我们心的本心是赏识 佛经里面也讲过 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赏识 心的本心是佛 也可以这么说 心的本心也是赏识 心的本心也是佛 但是这些赏识和佛是什么意思呢 圣一地的赏识 圣一地的上师和圣一地的佛 我们的心的本心并不是世俗地的上师 世俗地的上师 比如说我们的上师是法王如意宝 从世俗地的角度讲 那我的心的本心是不是法王如意宝 不是呀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 是两个人 两个不同的人 怎么可能我的心的本心是法王如意宝 不是 但是从圣一地的角度来讲 什么叫做上师呢 佛 佛就是上师 这个时候 佛经里面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的本心也叫做上师 也叫做佛 这时候 心的本心 是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功德 佛 发圣的功德 都是具备的 但是 这个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就是对我们来说 从务实以来到现在 我们的心的本心 永远都是这样子 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都是佛 永远都是上师 但是呢 从务实以来到今天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那么 我心中有佛 我为什么没有成佛呢 我为什么还要 我心中有佛 但是我还是躲地狱 为什么 我心中有佛发圣 我的心的本心是佛发圣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躲地狱 我为什么还要去当动物 我为什么还要去杀到阴汪呢 我的心中明明有上师 有佛发圣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么多的恶业 为什么还要去多地狱呢 所以这是没有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 但是这是圣一地的角度 这圣一地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世俗地的角度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人就是处于世俗地当中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世俗地的上师 世俗地的上师 就是有一个世俗地的上师 然后他通过佛陀的教育 佛陀的方法 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心中有上师 或者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 通过这些方法 让我们正无 正无我们的心的本心 是佛 心的本心是上师 这个必须要有世俗的上师 世俗的上师 才能够做这个事情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圣一地的上师 它永远都在那里 但是没有用 我们没有用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没有办法 正无 不正无就是 它永远是心的本心 它不会有变化 但是这个不会起作用的 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世俗的上师 一个世俗的上师 通过佛陀的方法 让我们明白 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 不但是明白 而且让我们明心坚信 正无了 从此以后 我们才知道这个 从此以后 我们的心的本心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正无了以后 它才能够发挥作用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移植 我心的本心的上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移植 我们心中的佛 心中的佛 在这个之前 这个没有办法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当年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多年前 这个印度菩提嘎亚成佛的 这个佛呢 叫做世俗的佛 世俗的佛 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 世俗的佛来指导 指导我们 因为我们是世俗当中的人 所以需要一个世俗的佛 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度动物 让动物让他们明白 或者是让他们正无的话 那就是需要一个动物的身份 以动物的身份 以动物的语言 告诉他们新的本性 通过这种方法才可以的 以人的身份 用人的语言 这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我们世俗当中的终生 要度世俗的终生 就是需要用世俗的佛 然后佛涅槃了以后 佛涅槃了以后 就是这些阿罗汉 像文殊菩萨等等的菩萨 就是这些来度终生 那么这个阶段也过了以后 然后我们的上师来度我们 我们的上师来度我们 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个世俗的上师 所以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心里有佛 所以就不需要 心里有上师 所以不需要一直上师 这种说法都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生意的和世俗的 这个改念 混乱 混乱了以后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无解 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们首先是需要有世俗的上师 然后世俗的上师 告诉我们 怎么样修 怎么样证悟 心的本性是什么 怎么样去证悟 这些告诉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 以后我们证悟了以后 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移植 生意的上师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 是上师 了解 咱们 得i 得